咦?這裡有這麼多骨頭? 我挖到恐龍花石嗎? 這次為了調查這些神秘的骨頭 REX神探和館長決定抹著相 一起解開骨頭之謎 恐龍有這麼多種 怎知哪款打哪款 只望著這些花石真是毫無頭緒 不用怕恐龍骨頭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恐龍分類最主要是根據盆骨的構造 分成兩大類 色屯木和鳥屯木 盆骨是由腸骨、座骨和齒骨組成 這三組骨的位置就是分類的關鍵 看一看爾特龍的化石骨架 它是屬於色屯木恐龍 盆骨構造裡面的齒骨向前下方生長 座骨向後 加上上面的腸骨形成三叉型 而屬於鳥屯木的恐龍 例如西龍、三角龍等 這類恐龍的齒骨和座骨平衡而身 都是朝向後方 讓我嘗試看看 我們掘到的恐龍化石 重組之後 它的盆骨構造成三叉型 那它就是色屯木恐龍 我懂得看了 但是它是什麼恐龍 它就是T-Rex 即是大家很熟悉的暴龍 整班恐龍的名字都很特別 究竟怎樣幫它們改名呢 首先會以盆骨結構作為分類 再按照身體結構特徵的獨特之處 區別和細分出恐龍的科、屬和種 就好像建立一大個恐龍家族的族譜 分類的同時幫它們命名 剛才提到的暴龍T-Renosaurus是屬名 Rex就是種名了 Rex就是種類的 你到底在看什麼? 這隻是逆龍 它不是恐龍 沒錯 逆龍的名字雖然有個龍字 不過在分類學上 逆龍只是恐龍的鋼親 屬於逆龍目 叫做恐龍 首先要是終生代的爬行動物 在陸地上生活 還要有直立的四隻 逆龍不符合以上條件 所以它不算是恐龍 說起翼龍 它真是很特別的 中空的骨頭裡 有支柱網絡結構 令到骨頭又輕巧又堅固 再配合翅膀翼膜的多層解剖構造 令到它成功飛得很好 成為空中霸者 真是麻煩Rex 神探童館長 這麼詳細的調查 有這麼多大型史前生物體 快點來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 八大尋龍記展覽吧 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下集Rex 神探童館長 會繼續調查研究恐龍的技術 想和我們一起破案? 記住留意吧!